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今天跟各位老吴说事讲故里面讲一个故事 是渔越的那个右台仙管笔记里面的 卷十五里面有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俊男天生乞丐命 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 在江苏无锡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姓杨的女人 他爸爸给他许配给江西的一个姓公城的城 城市的一个儿子 这个姓城的家很有钱 但是他这个儿子 因为他父母早逝 从小就失去教养 父母都去世了 那他家很有钱 结果他长大之后 结果他的娇乐意犹流连忘返 那这个因为他原来是要 那个无锡的一个姓杨的女儿要嫁给他 结果他们家里面 因为他的父母死了 他们家的族人就认为说 这孩子就是一个败家子 每天游荡 然后不做无所事事 于是这个陈家的长老们就商议 族人族长就商议说 就写一封信给杨家 就说原来我们是要来娶你女儿的 现在我让这个人入罪到你家去 就是信你家的信 这个姓城的 然后这样子你才有办法管束他 因为他实际上他们家是有钱人 比那个女方家里要有钱的多了 结果那个姓杨的他们就在想 好啊 好啊 但是他因为那个 他没有跟他女儿讲说 这个原来你要嫁到他们家去 现在是他家的那个男的 要来入罪到我们家来 就倒插门 结果这个陈家长老他们写的那封信 放在书房的书桌上 结果被那个杨家的那个女儿 他看到了 就是未婚妻看到了 看到之后他就把他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一看 这个原来是我要嫁出去 现在变成入罪过来了 他就郁郁不乐 然后就久了之后就生 就病了 得了忧郁症 然后一直到这个姓城的这个儿子 他是入罪 还是娶媳妇 他都不在乎 因为他家有钱 这个遗产很多 结果他就结婚那天 入罪那天 这个姓城的儿子来了 新郎来了 结果居然是一个翩翩的 囚马公子也 就是穿得非常富贵豪华 骑着马 然后穿着皮衣 这么样 而且长得很英俊的一个美男子 这样来了 但是呢 他虽然是个美男子 又是一个顽固子弟 他这举止轻浮 言语 这个 溃 溃 那这个杨家女孩就知道说 哎呀 我这个新郎 我这个老公 那就 就不对了 嫁给这种人 这种人就像入罪 也是一个败家子 于是他的忧郁症更严重了 但是这个姓城的这个败家子呢 他 他完全不管 他在家里就在挥霍 那现在到了这个 入罪到这家 也是也是在那边鬼混 不赖 没有 没有 不务正业 他每天早上出去 晚上晚上都不回来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出去 整到早上都没回来 他去干什么呢 他不是去赌博 就是到那个妓院 就这样子混了大概一年多之后 他把他所有的那些财产 他带来的那些财产全部花完了 然后他花完之后 他又从他老婆的那个 那个戏软里面 那些那些嫁装的那些东西 拿出来点档 结果点档这些东西呢 要去赌要去嫖妓嘛 结果都也要快快花完了 于是他太太就已经忧郁症 严重忧郁症 忧郁症到快要 快要死了 就在临死的前一天 他已经昏昏沉沉的 快要死了 结果他的先生 这个姓陈的就败家子 他就 他回来了 一回来一看 他太太躺在床上 但是呢 他看到的不是他太太 而是他看到他太太手上 有一个金手镯 他想说 哎呀这个我现在 现在我告代无门了 刚好有个金手镯 我就把你这个金手镯给脱下来 拿去这个典当 然后我又可以去嫖 又可以去堵了 但是他的那些佣人啊 这些人啊 这些看家的这些 那些老太太这些人 看到之后就 就很惊讶 说那个我们家这个少奶奶 都要多快死了 他原来手上戴了一个 大的一个金的那个手镯 怎么都不见了 是谁偷的 于是就搜索 是不是这些仆人 仆人趁虚而入 给他偷走了 结果大家就要去大肆搜索 把每一个人的那个地方 都搜索骗了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女的虽然快死了 但是她很虚弱的时候 她还有一点知觉 她就摇头说 不必找了 不必找了 因为她知道去处了 就被她先生给她拖走了 结果这个女的 这个杨姓的这个女儿死掉了 死掉之后她的先生 因为她入罪进来嘛 所以她也想说 这个不告而别了 离开他们家了 因为她老婆死了嘛 她又是虽然是入罪 但是现在老婆死了 她也不能续玄啊 因为她是入罪的 因此她就辞别了 她不辞而别了 到哪里去不知道 后来这个杨家的这个 第二个女儿的女婿 姓秦的 她到京师去 就在那个京师 就是北京 北京城的正阳门外面 看到那个城门楼下面 有一个乞丐 这个她想说 你不是就是我们家的女婿吗 这个姑爷吗 你怎么会沦落这样子 你赶快我给你这个黄金十两 还有一件皮衣给你 然后就说 你赶快拿了这钱 你赶快回到江西去 那如果说你要 你确定听我的话 拿了这钱去 回江西的话 这个我帮你 我帮你这个 这个制装 还有这个路费什么 我全部资赠你 资助你 那结果这个 这个姓陈的这个败家子 她说什么呢 哎呀 你当你的官就好了 我做我的奇怪 你何必管我的事 然后她就她也她就那个 你给我十两黄金 我都不要 就放你就放丢在地下 你给我我都不收 我转头就走 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这池子干柱下流 真别有费长也 其初自杨氏之罪序也 这个杨家 这个姓陈的败家子 刚开始到那个 入罪到这个杨家的时候 杨家也是有钱人嘛 所以他们就大张宴席 而且请了戏班子来唱戏 那这个唱戏的时候 都会拿一个戏目 就是要唱哪一出戏 来点 请他来点 这个以前是在 在那个唐朝的时候 唐朝的时候 开始有这样子的习惯 这个叫做点 静点 静不得静 点 你要点哪一首 哪一出戏 这个雇主都会这样 结果这个陈家的败家子 他点的这一出戏 叫做石经 就叫化石黄金的石经 那石经是一部什么 什么样的戏呢 他是一个乞丐的 讲乞丐的故事 所有的宾客都吓一大跳 说 你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洞房花族 你不搞一个什么 金玉良言什么这些戏 你怎么会搞一个这一出 叫做石经呢 那就说你真的是 这是触眉头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你怎么会点这一出戏呢 但是也有人说 哎呀 他真的是一个豪迈不拘的人 你看他新婚的大喜之日 居然点了一首这个 结果但是呢 这个姓陈的败家子 最后就是以一个乞丐的身份 死掉 那这不是一种征兆吗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败家子并不是说 有什么身体残缺什么 不是的 他是一个俊男 但是他天生就是乞丐命 人家来资助他的时候 他还讲说你去做你的官 我做我的乞丐 你管我个屁事 所以天生乞丐命 所以有人讲说 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恶之处 你不要看到所有的人 看起来好像很贫穷的样 你就要去接济他 说不定他比你有钱有的多了 以上跟各位分享命 谢谢